欢迎大家收看《读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MCU评论 系列机器 阿加莎 克里斯蒂 路西 沃斯利 谈论神秘女王评论 一个以犯罪写作为生的人生 出版业巨头因爱荷华州新的学校禁书法向其提起诉讼 起俄兰登书屋和作者起诉爱荷华州官员反对书籍禁令 亚马逊编辑称 这是2023年最佳图书 还有7本获奖书籍 全部打折出售 请大家收看 MCU评论 系列机器 华尔街日报 MCU 漫威电影工作室的统治的作者们 解释了这家漫画公司如何成为一个盈利的电影帝国 这本书详细描述了漫威的崛起 包括争取让小罗伯特 唐尼出演钢铁侠的斗争 以及支撑漫威成功的创意原则 比如将每个项目视为更大故事弧线的一部分 并由一个有远见的人负责创意过程 作者还讨论了漫威的制造过程 以及与硅谷的重要关系 同时也解决了该工作室面临的行业问题 阿加莎 克里斯蒂 路西 沃斯利 谈论神秘女王评论 一个以犯罪写作为生的人生 华尔街日报 PBS在阿加莎 克里斯蒂的生平上 推出了一部三集系列纪录片 重点关注这位世界畅销小说家的写作和个人生活 第一集于9月17日播出 系列的最后一部分将于10月1日播出 该系列将由路西 沃斯利博士主持 他计划以新的视角展示克里斯蒂的生活 克里斯蒂的影响力已经遍及全球 出版业巨头因爱荷华州新的学校禁书法向其提起诉讼 美联社 全国最大的出版商和几位畅销作家 包括小说家约翰 格林和乔迪 皮库尔特 星期四提起诉讼 挑战爱荷华州的新法律 该法律禁止公立学校图书馆和教室中 几乎任何描绘性行为的书籍 这项法律今年早些时候由共和党主导的立法机构通过 必于5月份由周长金·雷诺兹签署生效 除了禁止书籍之外 该法律还禁止教育工作者 在6年级以下的学生中提及性别认同和性取向问题 必要求学校行政人员在学生要求更改代词或姓名时通知家长 企鹅兰登书屋和作者起诉爱荷华州官员反对书籍禁令 华尔街日报 潘鹏随机之家已提起诉讼 已阻止爱荷华州学校禁止书籍 该州法律禁止学校在幼儿园至6年级的学生中 使用描绘或描述性行为 或涉及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书籍 作家和教师正在努力阻止学校教室和图书馆中的书籍被移除 这是美国书籍禁止的一个日益增长的全国性趋势的一部分 亚马逊编辑称 这是2023年最佳图书 还有7本获奖书籍 全部打折出售 亚马逊发布了2023年最佳图书的名单 詹姆斯 麦克布赖德的天堂与地球杂货店 荣登榜首 这本书将谋杀悬疑与经典美国文学融合在一起 被亚马逊编辑阿尔 伍德沃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美国小说之一 名单上的其他值得注意的作品包括 阿曼达 彼得斯的彩梅人 利贝卡 罗斯的神圣的对手 和麦克尔 芬克尔的艺术贼 名单还包括最佳非虚构类 最佳科幻 奇幻类和最佳浪漫类等类别的杰出作品 名单上的所有图书目前都以平装本或金装本的形式出售 并保证在圣诞节前送达 一本出版错误的书如何重新点燃了英国皇室种族歧视的愤怒 纽约时报 奥米德 斯科比的书《终局的荷兰版》于周二出版 无意中透露了两位皇室成员的身份 据称他们对哈里王子和梅根瑞出生的孩子的肤色表示担忧 斯科比先生的荷兰出版商Zander已经撤回了该书在荷兰的销售 称将在12月8日重新出版之前纠正一个未指明的错误 这两位家庭成员在英国和美国版的书中没有被确认身份 这些版本是由哈珀·科林斯出版社出版的 然而 未经纠正的版本在荷兰城市销售了足够长的时间 以供读者购买 并且一个名字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皮尔斯·摩根在他的节目《皮尔斯·摩根无删减版》中透露 涉及的皇室成员是查尔斯和威尔士王妃凯瑟琳 摩根先生表示 他不相信任何皇室成员发表了种族主义言论 白金汉宫和肯辛顿宫拒绝置评 COP28 不应允许以色列将其对加沙的战争美化为绿色 半岛电视台评论文章 以色列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 在迪拜的行动被批评为一种绿色洗白 旨在转移对其在加沙行动的关注 以色列政府表示 由于当前事件 其代表团已经缩减 但仍将在大会上设立展馆 推广其环境初创企业和倡议 然而 以色列代表团的存在将给大会蒙上阴影 文章认为 以色列代表在谈论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该国正参与战争罪行 这将对全球观众产生震撼 文章还指出 以色列在绿色洗白巴勒斯坦占领方面有着历史 包括以保护森林和保护自然保护区为借口 驱逐巴勒斯坦人离开他们的土地 文章总结说 以色列参加COP28有可能破坏全球气候议程的关键特征 如国家遵守 问责和尊重国际法和机构 酒爱好者的礼物 本季必读的酒迷书籍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对三位葡萄酒生产商的回忆录进行了评论 第一本回忆录是关于让 米歇尔 卡泽斯 张Michelle Kaysis的 他是林奇 巴吉酒庄Chateau Lynch Bages的所有者 第二本是理查德 奥尔森 哈比奇 Richard Olsen Harbage的 他是贝德尔酒庄Badel Sellers的主人 最后一本回忆录是亚历克斯 甘巴尔 Alex Gamble的 他在伯耿地 Burgundy酿造葡萄酒 这三本书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葡萄酒业务 在亚当 约翰逊去世后 英国冰球联赛和其外援球员继续比赛 美联社 在英国 进口冰球运动员通常是小名人 通过与当地大学合作 他们可以免费获得硕士学位 为退役后的职业生涯提前做准备 这些主要是加拿大和美国的球员享受的福利 包括免费住房和免费使用汽车 球员签订为期36周的合同 税后工资在每周400英镑500美元至1500英镑1885美元之间 生活方式很好 有很多高尔夫和英超足球可供选择 还可以快速前往欧洲城市旅行 英国冰球超级联赛正在发展壮大 并为英国球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的联赛更加技术高超 快节奏 并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在欧洲和北美打球 然而 他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比赛日长途巴士旅行和与家人分台度假 此外 合同也没有保障 在安全方面 英国冰球超级联赛的打斗现象比以往少得多 现在正在努力提到安全性 以应对亚当 约翰逊 埃登 Johnson 在诺丁汉报队比赛时的悲剧性死亡事件 2023年最佳诗集《从河马到启示录》 英国《每日电讯》 弗兰 洛克 弗恩洛克的诗集《猎狗》 《海依纳》入围了TS Elliot特奖 TS Elliot Prize 该系列被描述为速度狂对崇拜和悲伤的遐想 其中的诗歌探索了伦敦阴暗的阴暗面 并未已故诗人罗迪·拉姆斯登·罗迪·拉姆斯登写了晚歌 洛克因其富有创造力和音乐的措辞 以及他对节奏的完美耳朵而受到称赞 《Gun Lake Casino》的玩具捐赠活动将于12日1日至16日举行 雅虎 密歇根州的钢湖赌场宣布了他的年度玩具捐赠活动 玩具收集将从12日1日持续到12日16日 12月2日 赌场将举办一个以家庭为主题的启动活动 邀请儿童和家庭带来玩具捐赠 并参与各种活动 包括与圣诞老人合影 热巧克力 煎饼拔和饼干装饰 赌场还提供玩具捐赠的等额赠款 最高可获得100美元的免费老虎机游戏 大学通过新课程为学生在创意领域的人工智能未来做好准备 英国独立报 BIMM大学推出了一门名为AI下化线Lives的新课程 旨在帮助学生了解人工智能 AI对音乐和电影等创意产业的影响 该课程将涵盖音乐创作中的人工智能 电影和媒体中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驱动的艺术表演 以及人类创造力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领域 其目的是让学生为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做好准备 并确保英国保持在全球创意产业的最前沿 沃伦 巴克利 曾在亚马逊和Microsoft领导人工智能团队 他将作为客座教授加入该大学 凯瑟琳 朗德尔 我对罗尔德 达尔的恶意感到不安 但孩子们可能不会有同样的感受 英国每日电讯 不可能的生物的作者凯瑟琳 朗德尔因其小说而获得了Waterstones年度图书奖 该小说以全岛为中心 这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幸存的魔法之地 所有神话生物都居住在那里 在这本书中 朗德尔触及了气候变化的话题 解释说如果人类能客观地看待世界和其生物 他们会发现它们和独角兽和龙一样非凡 朗德尔表示需要更多的坚定的真爱和积极的政治真爱 来保护地球的美丽 朗德尔在苏格兰的法斯兰海军基地被捕 作为学生抗议者的事情已经为人所知 朗德尔指出许多伟大的人都违法以实现政治变革 他去年将他获得的5万英镑约合6.6万美元 贝利·吉福德奖捐给了保护慈善机构 并认为艺术奖应该由政府资助 朗德尔列出了他最喜欢的儿童作家 包括弗兰克 科特雷尔 伯伊斯 菲利普 托尔曼 戴安娜 温妮 琼斯 托福 杨松 易尼斯比特 琼 艾肯 迈克尔 邦德 亚当 加纳 JRR 托尔金 CS 刘易斯 和乌苏拉 贝勒格恩 首个家庭HIV测试问世 患者表示社会歧视仍在持续 英国独立报 英国的乐狗超市将首次销售家庭HIV测试 这种由纽芬兰诊断公司开发的测试被称为能够在15分钟内提供准确的诊断结果 该公司表示 这种测试的可用性将有助于消除HIV患者每天遇到的障碍和误解 纽芬兰诊断公司的一项研究还显示 超过1000万英国人不愿与HIV阳性的人交朋友 这种测试将于11月29日在乐狗超市上市 正好赶在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之前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常驻观察员 今天的新闻简报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出版业 电影 文学和社会议题的消息 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首先 我们谈到了漫威电影工作室的成功 他们的成功背后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原则 比如将每个项目视为更大故事的一部分 并由一个有远见的人负责创意过程 这种方法让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盈利的电影帝国 另外 我们还看到了出版业面临的一些挑战 比如争议的禁书法案和书籍禁令 这些事件引起了出版商和作者的不满 他们提起诉讼 反对这些法律的实施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文学消息 比如亚马逊公布了2023年最佳图书的名单 其中詹姆斯 麦克布赖德的天堂与地球杂货店成为榜首 这本书被评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美国小说之一 还有一个有趣的消息是 关于皇室的种族歧视问题 一本出版错误的书籍揭示了这个问题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社会议题方面 我们看到了对以色列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行动的批评 一些人认为以色列的参与是一种绿色洗白 旨在转移对其在加沙战争中的行动的关注 这引起了一些人对以色列代表团的存在和行为的质疑 最后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关于娱乐和社区活动的消息 比如高湖赌场的玩具捐赠活动 和英国大学为学生准备的人工智能课程 这些活动为社区带来了乐趣和帮助 同时也提供了学习和发展的机会 总结来说 今天的新闻简报中涉及了很多不同的议题 从文学到电影 从社会问题到娱乐活动 这些故事反映了我们当前社会和文化中的一些挑战和变化 我们需要保持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并找到解决方案 现在 我想邀请观众朋友们一起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